这边是大门 这边是主油罐 这边是加油泵站 这边就是我们搭的西棚 小鬼子 对你们这次进城的目的有所察觉 西田已经下令各军事要地 加强了警卫 油库早就已经接到通知了 已经开始了油料分装 到七号早晨 就要把这些装满的油料 运到军营的车队去 你们要是再不来 这个油库炸不炸 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所以我们不是马上赶到了吗 搭这个西棚 是不是为了油罐遮阳啊 是的 小鬼子做事很仔细 昨天下午就开始准备了 要是没有搭西棚这个理由啊 我还真不知道叫你们怎么进来呢 你的伤好了吗 好多了 好多了 我们下一步怎么做呢 我想明天我们就开始行动 好 好 你 这谁 走走走走走 小爷哥 你 过来 你过来 过来 走走走 走 过去 队长 我走了啊 小爷哥 你们要看着雪武的信号 小宁也是一样 走 如果这边行动失败 就全靠你们的远程火力支援 好嘞 好嘞 走 是 走 走了 走 是 走 走 队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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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洗涂吧 不行 你看 哪儿查男人查得那么紧 这长药怎么带进去 站一个 起来 走 好 来 过来 走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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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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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快点啊 知道了 老梁 再过半个钟头你们就得出去了 你们得抓紧点 是啊 这油料库这么大 钟宁那儿也没有太多的照料 要改 只要把所有管道照料 就算很承认 好 我一会儿把烧杯给引开 你们抓紧行动 好 好 炸药就安在这儿吧 一会儿只要把这儿炸药 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把炸药拿出来 好 只要真行ær 这才是 也不除。 是,西天 那我们怎么办 大剑 撤 掌握好 怎么回事 正在进行油料分装 装好的油桶不能在阳光下曝晒 我说的不是阵线 这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国人进出 油料受黄军的血液 不能有四号岔子 师父 你别让小五子掩护我 我先去把炸药放上去 不行 西田来了 让小五子干的很危险 我看咱们先撤 然后再上半坊 你 叫这些人全部离开这里 太军 这西炮还没打完呢 怎么能让太军干粗活吗 直接命令 还有你 也一块儿离开这里 太军 我是这里的总管 已经干了一年多了 你的工钱会算到今天的 你也看到了 这是宪兵的命令 我也无能为力 大家放下手中的魂啊 海军长出去了 走了走了 走走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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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官 已经执行您的命令了 警卫数量增加问题 我会和司令官协商 尽快跟你派士兵过来 我明白 我会严格执行阁下命令的 中国人 关于借助关系组织 在他们眼 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来得重要 一旦有料库有中国人参与 很快就会在这里蔓延开去 难有可能就成为 抵抗分子渗透的机会 队长 稀里见我你怎么办 先别急 赶快去房子上 笨蛋你 流氓 怎么回事你 你这个流氓 臭流氓 下去 打死你 别打了 吴王 我没有 你担过我 你这个 你告诉他人来 我没有 你欺负我让你欺负我 我没有啊 我打死你 我今天找不了你 打死你 快走了 你快 走了走了走了 我要命了吧 站住 站住 我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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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你来 这种 我来 你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队长 我知道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也就是说这个油料库原来是林家化工厂的一部 那一定有人知道化工厂里边管道的情况 这个不好说了 日本人来了以后就被抢占了 改为了军用 这已经是两三年前的事情了 可能具体情况知道的人不太多 行了 这个事啊 你就别管了 菜洗好了 菜洗好了 我知道 你放这儿吧 小五子 回去向领导好好汇报一下这儿的情况 这儿嘛 我们总会想出办法来的 那行 站住 小声点 别让薛侯哥听见了 你干什么去 小声点 我现在找到了能进油料库的办法 我出去一下 你先别声张 我快去快回 这不符合纪律 如果能行的话 破坏一下纪律也是值得的 就这么着了 我是副队长 我不能带头胡来 你 你 你 我 在那里 你 在那里 让我